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5月24日星期一的《收市个Round》 像我陈你提及和大家总结港股却放 港股低 开低 走 科技股份受压 这日股份就表现分化 部分非常强势 恒指低 开40点 将跌幅拓大到262点 跌穿过10天线之后转定 跌幅收窄到46点收市 收报28412点 跌0.2% 国指收报10641点 跌61点 跌0.6% 科智收报7876点 跌8000点 跌148点 跌1.9% 白市成交金额数量达1209亿元 科技股份今天表现偏弱 受到内地再强调 需要强化平台企业金融活动的监管影响 见到成交榜前排的腾讯 美团 阿里和小米全线走低 下跌0.2%至2.9%不等 其中小米在蓝筹中占底 另外京东和网易掩蓝失败 属于大热倒座 分别下行2.2%至4% 港道指数换马 获得纳入行指的信业功能 反复低收0.5% 而比亚迪股份和碧桂园服务 就升了2.3%至2.8% 国指新贵 除了比亚迪之外 还有升了0.3%的恒大物业 同时 科子变动方面 又见到新加入的汽车之家和BiliBili 是双双低走 分别下车4.7%至0.6% 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 要深化医疗服务 价格改革 见到医药股份走勢分化 今天放榜的世界首季多赚2.7% 收布11.56% 推升4.4% 而中生贵药方面 首季多赚1.2倍 今日亦推升3.2% 同样都在南筹中升幅靠前 而康芳生物就跟中生贵药旗下的药品 获啟动快速审评 见到康芳生物的股价创到63.1% 52%的身高收布62.9% 大升超过一升 版法之上表现得出的 还有歌例 就是若急升近8.9% 和康芸月税 飙升近1.4% 今日收视过程 先到此 明天再见